刘邦城拔腿逃进了新南夜市 眼见后方便衣刑警警追 突然他拔枪朝远警开枪 警方为了闪躲摔了一跤 赶紧再找掩护 而嫌犯趁机跑进了一旁老旧公寓 现场枪声大作 警匪驳火前后超过50枪 附近住户吓得门窗紧闭 就怕子弹部长眼遭波及 还原整起案件 礼拜天上午警方执行后裔专案 要追捕天道蒙太阳会总顾问刘邦城 发现他从基隆搭车到中和警星街 10点45分警匪驳火对峙 上午11点10分 嫌犯呛下说手中有手榴弹 40分钟后 刘邦城女友到场亲情喊话 现场一共100零名的警力包围部署 直到下午的2点15分 嫌犯才气泄投降 刘邦城本来想要使用强势 又是火力想要突破重围 那首先我们分局远警 在大门两侧 然后使用又是警力 刘邦城为什么要跑 原来是因为涉及了毒品案 遭判刑18年 现年60岁的他不想晚年都在牢里度过 自知无法逃脱的情况之下 第一时间还想做困兽之斗 除了向警方不断的开枪还击之外 并且扬言手上持有手榴弹 如果警方再过分逼近的话 那就要向警方丢止手榴弹 意图同归于尽 警匪对峙三个半小时事件平安落幕 嫌犯遭上课后 对警方第一个要求是憋太久 想上厕所 刘邦城火力强大 警方现场搜出制式手枪两把 改造手枪一把 175发的子弹 还有手榴弹等火力 幸好案件平安落幕 没有尿成伤亡 记者张世奎 邵紫阳 SN小组 新北市报道